我们结婚都三十多年了 我总是得不到她的肯定 我做点什么事 对我张口就是骂 开始我也理解她 身体有病 现在越来越过分了 我真是受不了了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王先生57岁 来自黑龙江无业 有请王先生 有请 孙女士56岁 来自黑龙江无业 有请孙女士 有请 欢迎两位 咱这结婚多少年啊 三十八年 结婚三十八年了 老夫老妻了 您今天是来控诉她的是吧 是的 这要控诉她什么呀 一个跟了你三十八年的女人 还有啥好控诉的呀 这不是上去打仗 她不伺候我跑了吗 打仗她不伺候您跑了 我问妻子吧 为什么打仗啊 为什么跑啊 她说跑了 她纯粹都是瞎话 瞎话 我只是回了上我儿子 跟她来待几天 散散心 我没有跑 我走了 问她用啥我走的 你为什么去儿子家的呀 因为我脾气不好 因为您脾气不好啊 就从她有病就心烦 您得的是什么病啊 脑梗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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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梗� 是没有较劲 他来到儿子家 儿子孩子小 就是头四五天的事吧 咱们说 他吃饭去 要我去给盛饭去 我就稍稍慢了一点 他啪啪啪的 踩踩踢踢的 孩子正睡觉的 给孩子吓得嗷嗷叫唤 完我就说他 我说你看 你这脾气也太大了吧 你就不能缓缓你的脾气吗 咋说他 他不外习你去 你再有病 你得体调体调 咱在孩子家 不像在自己家 你把东西都给推翻了 为啥呀 生气 为啥生气呀 我这人就是说 不愿意听谁说话 他要说话 我就来 他就心烦 我一说话他就心烦 他以前也是这脾气吗 他以前不对 就是从哪儿得着病了 他就是另一个人 什么时候第一次梗的呀 第一次梗是头三年 三年前 对 后来怎么又梗了呢 回来他还喝酒 我总劝他不让他喝 也不让他抽烟 也说不听他 完了又进了医院 他得了三次病 我从来都没告诉我儿子 就我自己在家照顾他 都是您啊 就我自己 我问吧 您媳妇说 三次脑梗都是人家照顾的 是的 照顾得好不 不好 不好啊 听得伤心吧 伤心 他更伤心 他也伤心 这个 都要哭了是吧 咋不好啊 他干啥 太慢了 大夫不让你喝酒 为什么你还喝酒 不让你抽烟 为什么你还抽烟啊 那记不了了 记不了啊 那你不怕丢了命啊 不问 这真是真不讲理啊 你喝酒 你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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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这些 是你 好 你喝酒